嗨,大家好,我是宁果,今天给我姑姑修房子的包工头师傅的假扮机机细烂了,说让我给他看看,走,我们去看看是什么问题 他们说用着用着就这么一样了,接下来我就拆下来看看是什么毛病 电机我已经拿回来了,他们后天就要用,现在我就要赶紧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 好到一股味道,他们说是冒烟了,一定是烧了 真的烧了 妹,烧得这么严重 这就不用我说了吧,开始再现 这个电机的所有配件我都已经拆下来了,看像这种电容器已经拿成这个样子了 像这些,已经就巴巴的了,接下来我再开始处理这些了 你不再想会建议,不再说什么 你不可以加火,最早的没有 支持 POWER 你不想正常的是,你不想收到 观看,我有没有 看,你都有 你看,见,感知 然后我们的南部 你们有点像 我这样,很开心 那么多看,我都有 我们看得到 这些人有 你能不能看得到 这些人有 对 所有的线我都已经绕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上线了 这个槽特别小 不好笑 接下来我就要开始下富饶组了 但是这个需要整形一下 要不然我不好下后面的 所有的线我都已经下好了 接下来就是要给它饼线整形了 然后今天一会晚了我就不弄了 明天继续先去甜点肚子一会儿饿了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接下来我就教大家怎么饼线了 这个是四级电击最简单的接法 我先把碳纹给插上 老规矩开始刮皮 大家看看我的饼线缝是尾就尾 就是最外圈的那个 接在一起 我扭线有点不好看 接下来我再开始饼富饶组了 富饶组的话要留两个线过去 那边接电容和那个链芯片 就了这两根 这两根都是头 矮子的线圈 和那个足饶组要接一个方向 这个富饶组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它的四个头都有用的 接下来就是四个尾 点准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开始上松香 就开始上锡了 线已经进完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绑线了 这些都已经破破破砍了 接下来我就把它煮回原样 这变形太太严重了 就用太平洁的店银子 就是看起来的 一盒 看起来就这个 嫁 所以 这个 这几样东西我都已经弄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喷漆了 这个机器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的 这有些东西是可以修复的 但是有些东西不可以修复 像这个轴承的话它已经坏了 其实正常的修机器的话 修一次都必须得换轴承的 还有这个泥芯片 它原本的就是不能回弹了 无法控制了 然后我换一个新的 还有这个电容 像这个电容的话已经直接是坏了 换新的全部 接下来我就开始煮中了 接下来就 Turn it вот 我只用虎魚鯥 放在麵包裡 仙台 雞肉 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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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鸟 鸡鸟 鸡鸡鸡 电机我已经修好了 接下来就去述国家中海 来 这个 大家 来 一个 您 慢走 interest finding 最后 妳为什么 30 年的 你可以 扎 事 你倒得起来嘛,这块儿才给我包起来,你把你倒得起来 已经弄好了,接下来我就开始吃鸡了 这个机器我已经修好了,也是好了 然后他们的板已经挡好了,只能再等一下一次了 这期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